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这样呢 我们等会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夏尔丹的画家 包括我们这里也看到他两幅作品 那么夏尔丹呢 是在现实主义在这一块呢 在生活层面上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更接地气 更接近于老百姓的那种真实的生活的反应 好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关于洛可可艺术 洛可可艺术其实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 叫做粉子飘香的洛可可 粉子飘香的 那么洛可可这个词呢 和巴洛克有点类似 巴洛克那个词是指畸形的珍珠 畸形的珠子 那么洛可可呢 我们说是用小石子和贝壳 作为装饰图案的一种装饰样式 那么呢 他更侧重于是装饰 所以说装饰的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唯美的 纯享乐的 或者是视觉的 享乐的 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 那么在美术上呢 我们说它是指情感的 细腻的 感官的 轻松的 而且呢 它有一种很优美 千巧 然后呢 很细腻和色彩鲜艳的风格 然后在表现人体 表现人物上呢 它更多地表现人体 而且呢 它会表现得非常有肉感的人体 所以人们会觉得 这个洛可可风格呢 就是太追求感官享受 太追求一种欲望的表达 所以后来呢 人们就把洛可可的艺术呢 叫做艳琴的艺术 洛可可式的艳琴艺术 一提到艳琴 大家也会有一个不好的联想 对吧 所以他们的作品呢 后来呢 有人呢 就把洛可可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位画家呢 叫做布歇的 然后把布歇呢 就称为叫做向富人献殷勤的画家 因为他画了太多很具有肉欲感官的 这样的一个人体画作 好 而且呢 布歇呢 在他当时在上流社会已经非常流行的时候 因为布歇其实是作为那个时候 类似于宫廷画家 在那个时候呢 就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呢 就对他很批判 虽然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强烈的批评对他 但是在上流社会呢 他非常的流行 好 我们看一幅他的作品 好 这一幅 这一幅呢 叫做沐浴的迪安娜 沐浴的迪安娜呢 其实迪安娜是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女神 而且这个女神据说非常非常貌美 很漂亮 但是呢 他在漂亮的同时呢 他又以毒蝎心肠而著称 所以是一个貌美的 有毒蝎心肠的一位女性 那么 在希腊神话当中呢 迪安娜呢 因为非常貌美 所以有一次呢 他和他的女伴们在沐浴的时候 结果呢 就不小心有一个猎人 他其实是不小心闯入了他们沐浴的地方 然后那个猎人发现他不小心闯入了女神沐浴的地方 就很害怕 然后赶快跑走了 结果呢 这个迪安娜发现以后呢 他非但没有说 就是因为那个猎人已经自己逃跑了 结果呢 迪安娜还是很生气 然后他就派了他的猎狗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会看到有一条狗 他就派了他的猎狗 跑去追上了那个猎人 最后把这个猎人给咬死了 撕成了碎片 就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其实是表现迪安娜是很残忍的 虽然他很美貌 可是呢 不歇在这里画他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整个画面 有没有残忍 有没有残暴 有没有表现冷酷无情 他有没有表现迪安娜的毒蝎心肠 你其实感受不到 你只会在这个画面的这个旁边 你看的 比方说鸡啊 然后还有这个鸟啊 或者等等 然后呢 还有这个狗 猎狗 然后呢 包括地上呢 还有那个弓箭 你就觉得 哦 猎人好像出现过 但是呢 却惊慌失措的把他的猎物丢了就跑掉了 所以有一点点的线索 但是这个猎狗我们看上去也不算是很凶残 不像是那种可以把人撕成碎片的猎狗 而我们这里看到的只是迪安娜 一位挪体的 其实就是描绘着当时的 上流社会的一些宫女 一些宫女 或者说是贵族少女 然后他们呢 正在享乐沐浴的时候的场景 所以他其实只是借了这个故事 沐浴的迪安娜 而表现的呢 完全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人们 所追求的一种生活的享乐 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他表现的人物呢 我们看上去就很甜美 而且很具有那个肉欲感官的 这样的一种美的这样一种享受 所以这样的作品呢 在当时呢 就被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 特别是一个叫做迪德罗的人 然后他呢 就猛烈地抨击这个不邪的作品 就觉得他的作品完全就是像富人献殷勤 好 其实呢 只是在讨好当时的上流贵族们 这是他们当时所流行的一种 所欣赏的一种艺术口味而已 好 在不邪之后呢 有一位叫做弗拉格纳尔的画家 那么弗拉格纳尔呢 就相当于是继承了不邪的位置 也成为了后期这个洛可可艺术的一个代表人物 好 我们看他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叫做秋千 然后很典型的这个场景 一定也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有关吧 我们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贵族家庭 然后在他家的可能后花园 然后下午很慵懒的 很慵懒的 然后在非常风景非常好的这个后花园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贵族妇女 贵族少女吧 然后呢 他正在当秋千 然后下面呢我们会看到有老妇人 有老仆人在推他 这边有老仆人在推他 老仆人在推他 然后他的前面的脚下呢 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少年 然后我们可能很自然的会觉得 他这个贵族少年一定是这个女孩的追求者 是这个少女的追求者 而且从表情来看到也是 她们正在玩耍 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也非常享受的 然后在当秋千的这样一个情景 好 然后这里我让大家注意一下细节 大家会看到这个女孩子 她的脚 她正在当秋千 因为当到一定高度对不对 好 你看顺着她的脚的方向 你们看这里是什么 是不是她的鞋子都飞出去了呀 她的鞋子其实一下子当着当着就 飘出去了 然后整个画面其实很有动感 而且很有趣味性 当然你从趣味性来说 这就是午后 站在玩耍的时候 突然鞋子都荡飞了 然后人好开心的 这样的一个开心一笑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然后她捕捉了这个时刻 可是呢这样的时刻呢 它其实就是表现的就是享乐呀 休闲啊快乐啊幸福啊 然后包括这种恋情啊追逐啊 或者是等等 这是我们把这个图放大看一下 这个鞋子一下飘出去的这个感觉 好 那么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主题呢 在弗拉格纳尔的作品当中呢 经常出现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幅 我们这幅叫做Towen The Stolen Case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可能是一个宴会 可能是一个晚会 然后正在举行 一个party正在举行的时候呢 然后在空闲的时候 或者说呢我们看到 这并不是一个主会场 对吧 这可能是个更衣室 然后旁边的一个房间 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可能是有恋情 但是他们的恋情并没有公开 然后他们就只有跑到那个旁边的 没有人的地方的这个房间 还偷偷地接吻 然后这样的场景呢 就被布歇给捕捉下来了 而这种的因为 我们说正是因为是Towen 然后他才觉得更享乐 更有滋味对吧 更有滋味 然后如果是完全公开的 在大廷广众之下的恋情 他可能反而没有这么刺激 所以这样的场景呢 反而更符合于当时上流社会们 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一种 男欢女爱呀 就这样的一个场景 好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叫做钢琴课 钢琴课 钢琴课这一幅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是 我觉得这里 我们看这两个人的表情很有意思啊 我们看 有一位老师正在教这个女孩弹钢琴 但是你看啊 好你从女孩的表情来看 你觉得她弹得认不认真 你觉得她真的是全心全意在弹吗 好看一下她的肢体语言 她是往后仰的 虽然她手在弹 好我们再看一下老师 教的人的表情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教的人 教的人的表情 你觉得她有很认真的在教吗 好你会觉得 谈的人或学的人呢 也没有全心全意的学 然后教的人呢 也没有说一心一意的在教 那么至于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可能有什么样的故事 可能有什么样的情愫的发生 其实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对吧 好 那么这幅作品呢 我记得我以前在课堂上讲过以后啊 有一位同学 好像是一位女生 然后她在论文当中就专门写到这一幅画作 她说她特别喜欢这一幅钢琴课 她说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起了她小的时候 她弹钢琴的情景 她说她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 她说哪里有这么轻松自在 甚至在弹钢琴的时候还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但是她小的时候弹钢琴啊 要么是老师在旁边监督 她的手心弹准弹对不对 要么她妈妈在旁边监督 然后有时候在学琴的地方 然后还有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或者说其他孩子的家长 所以她从来都觉得她在弹琴的时候 是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 所以这个弹琴的过程对她来说是紧张的 从来都不是放松的 所以她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享受 在一个弹钢琴的过程当中 就钢琴课对她来说是这样的印象 可是她看到这一幅画作的时候 她说其实我羡慕无比 她说我很喜欢这个里面所表达的这种轻松 然后玩耍 然后可以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然后我觉得她整篇论文就是写的关于钢琴课 钢琴课 好 我们这里看到 不管这一幅艺术作品 当初作者是描绘他的意图如何 可是我们现在当代人 因为我们处在我们当代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包括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 所以可能每一幅作品都会引起你不同的一些 你自己的一些解读 比方我们上一堂课讲赫兰小画拍 我最后提到的赫贝马的风景画 那幅《灵鹰道》 我们看到灵鹰道 其实描绘的是北欧的一个乡村的小路 这个风景 可是我们很多同学呢 因为她过去她曾经有过乡村的 或者农村的生活经历的时候 当她看到这幅作品 她觉得就像她自己在中国的农村 在她的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场景 那么她这样的联系 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她自然地发生这样的联想 所以这样的联想 在艺术的鉴赏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情感经历去体验每一幅画作 所以说并不存在于说 当初画家并没有以这样的意图来画 而我们以其他的想法和意图去解释它 其实不存在这个误差 只要你现在能够从这个画作上感受到的东西 它就是真实的 就是美好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的课堂上所说过 对于艺术的鉴赏 我们说没有对错 只有真实 好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幅作品 好 这幅其实我特别喜欢 虽然洛可可艺术广受批评 但是它有些画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看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正在和狗玩耍 从名字来看 好 我们看一个很俏皮可爱的 甚至是一个半裸的女孩 躺在床上 然后她正在和狗玩耍 那么我就问一下狗在哪里 好 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你可能要停止 停两秒钟 你要多看两眼 你才能够看到狗在哪里 对吧 好 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狗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 狗在这个位置 在它的脚上面 对吧 所以你看啊 如果是在生活当中 实际生活当中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可爱 你会觉得看到这样的作品 你不知觉得你的嘴角上扬 你就一定会笑起来 然后你甚至觉得好羡慕 你觉得我要是它就好了 我可以这样和狗在床上这样子玩耍 但是实际上我们有过养狗 经历的同学可能知道 你很少能够让你的狗上床 狗是不能够到你的床上去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女孩 因为她是半裸的 所以她可能刚刚睡醒 衣服都没有穿好 然后甚至光着那个腿 然后就跟狗这么玩耍 当然从她的姿态来说 我们甚至说她好像还有点撩人 因为她其实是半裸 但是又看上去又是一个小女孩 一个少女 然后和狗 整个就是那种很自由很自在很惬意的这个感觉 好 所以这样的作品呢 虽然说表现的是一个纯享受感官娱乐的 纯娱乐啊 真的是纯娱乐作品 但是其实呢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有很多人喜欢它 而且这部作品其实我也很喜欢它 好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洛可可艺术啊 它有一点就是 我们以前讲到洛可可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会讲到 确实有人批判她 因为她纯粹的就是感官享受和娱乐 但是呢 也有很多同学在论文当中写到 他说因为洛可可艺术呢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社会啊 就有一部分 其实是属于白领阶层的女性 然后呢 包括高知分子的这样一些女性 是非常喜欢洛可可的 因为洛可可里面呢 它有很多那种纯娱乐装饰 然后很美的让人得到美的享受的 这样一个视觉的 这样一个感官的这种感受 所以很多这种 有人说就是有点 有点小知情调的女生 会特别喜欢她 会很喜欢这个风格 而且呢 我觉得以前也有同学在论文当中写到 他说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要过得那么严肃 因为生活已经很严肃了 然后学习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可能工作的压力也会很大 那么我们在已经很压力很巨大的情况 我能不能通过一些轻松愉悦的画作 或者说它能够给到我的这样一种 很轻松自由的自在的享受的这种氛围里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氛围里放松一下 所以它其实是来平衡我们的生活的 让我们在很紧张很紧绷的 节奏很快的生活里 你可以喘一下气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作品 我们一定要去批判它呢 就当它没有很高大上的精神的 或者说思想的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为什么一定要像那么严肃的高大上的东西 就生活 难道一定要过得那么辛苦吗 所以这样的作品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喜爱 好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弗拉格纳尔画的其他几幅 特别是他画的小女孩子的作品 其实很动人 大家看一下 其实艺术作品里面 能够把小孩子画的很 能够画的很生动活泼的 其实不是太多 因为小孩子不好做模特 他不会就安安稳稳的 坐在这里给你来画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作品里呢 就是他能够把小孩子画的 如此的神仙兼备的 其实不多 其实画的很好 然后弗拉格纳尔在画这些作品的时候呢 其实画的非常出色 好 但是同时我们对比他另外几幅作品 对比这几幅 比方这一幅是叫做 威纳斯与丘比特 好 然后呢 这里呢我们明显看到的 他是画的 包括有当时的那个彭巴杜夫人等等 当时上流社会很流行的一些贵族妇女 好 然后在这几幅作品 我们看上去呢 就没有我们刚才前面的那几幅更亲切 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画的小女生 很生动 很可爱 可是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 上流社会所流行的豪华 以及装饰 然后还有他们 我们当然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悠闲自在 非常的富裕 好 好 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来看 好 最后我们看一段画吧 看这一段画 然后这一段画呢 是在世界美术名作20讲里面呢 傅雷对于洛克可艺术的一个 一个比较中正的一个评价 因为洛克可艺术呢 确实已经受到了太多的指责 受到了太多的这个这个非议 但是呢 傅雷呢说的这段话 他说 洛克可艺术对轻松的感官的 甚至肉欲的审美趣味的崇尚 其实指在他的表面 他说他潜在的价值更在于 使人们认识到艺术并不在于要维护什么 或宣扬什么 而在于他反映现实表现真实的方式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对现实生活的一个真实的表达 他即使是表现的是上流的贵族社会的这样一个奢密的生活也好 但是他也是人们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追求 好 那么洛克可艺术呢则发展了艺术把握现实的自由度 所以我觉得傅雷的这一段话呢 其实还是比较公正的在表述了一个对于洛克可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评判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 我们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洛克可艺术 下一堂课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18世纪法国 但是呢我们就会介绍夏尔丹这一位非常朴实的现实主义画家 好 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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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督